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以赛亚书36章 第一节到37章第七节 西西迦在位的第14年 亚述皇帝西拿基里 攻打犹大的设防城镇 加以占领 于是他命令他的大将 率领大军从拉吉到耶路撒冷 列阵在上池水沟旁 在通往漂布工厂的大陆上 要西西迦投降 三个犹大代表前往谈判 他们是王公总管希勒家的儿子 伊利亚靖 王室书记摄伯纳 国使大臣雅撒的儿子约雅 雅述的大将问 亚述皇帝要知道 西西迦凭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 你以为空口说白话 就能替代军备和实力吗 你靠谁的力量想反叛我呢 你妄想埃及来援助你 那无疑用一根破裂的芦苇 当拐杖走路 他会刺透你的手 埃及王对付那些投靠他的人 正是这样 亚述大将接着说 也许你们要说 你们所以靠的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可是希西迦不是摧毁了他的庙宇和祭坛吗 他不是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 只准许在一个祭坛上 敬拜上主吗 现在我以皇帝的名义 跟你们打赌 如果你能找出两千祭兵 我就送给你们两千匹战马 其实 你连亚述军队中 最小的军官也比不上 你还妄想 埃及送战车祭兵来援助你 你以为我没有上主的帮助 就来攻打你 毁灭你的国家吗 上主亲自吩咐我来攻击你 并毁灭你这国家 于是 以利亚进 摄伯纳和约亚对纳大将说 先生 请用亚兰语跟我们说话 我们听得懂 请不要用希伯来语 因为城楼上的人民都在听 大将说 你们以为皇帝只叫我对你们和国王讲话吗 错了 我也是对那些坐在城楼上的人民讲的 他们跟你们一样 都要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的尿 于是他站出来 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 你们要听亚述皇帝的语指 他警告你们 不可受希西家的欺骗 希西家不能救你们 不要让他说服你们去倚靠上主 不要以为上主一定会拯救你们 不要以为亚述的军队不能攻破你们的城 不要听希西家的话 亚述皇帝命令你们出来投降 这样你们照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 自己的五花果 喝自己尽力的水 直到皇帝把你们迁到另一个地方 跟你们的本土约略相同 有五谷 葡萄 有饼和美酒 不要让希西家欺骗你们 以为上主会来拯救你们 你们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明 拯救过本国脱离亚述皇帝的手吗 哈马的神 亚尔拔的神 西法瓦因的神 都到哪里去了 有谁援救过撒玛利亚 有哪些神明 曾经从我们的王手下 救过他们的国家 你们凭什么相信 你们的上主会拯救耶路撒冷呢 人民都不作声 他们遵照希西家王的命令 一声不响 不回答他的话 于是王公总管以利亚敬 往事书记舍伯纳 和国使大臣约亚 悲痛的撕裂衣服 回城把亚述大将的话 向希西家王报告 希西家王一听见他们的报告 非常悲愤 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衣 进入上主的圣殿 他拆王公总管 以利亚敬 王室书记 社伯纳 和一些资深的祭司 去见亚伯斯的儿子 以资亚先知 他们都穿着麻衣 希西家王 吩咐他们 告诉以资亚说 今天是国难的日子 我们都处在 恥辱和惩罚中 我们像一个临盆的产妇 因身体虚弱而难产 亚述皇帝 拆他的大将 来侮辱永生的上帝 愿上主 你的上帝 听见了这些亵渎的话 惩罚说这话的人 所以请你 为我们这些残存之名 求告上主 你的上帝 希西家王的臣仆 来见以资亚 他就请他们回复国王 说 上主这样说 你们不必因亚述人 说了侮辱我的话 而惊慌 上主要使亚述皇帝 听信谣言 赶回本国 在本土被杀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 我们的生命充满了 大大小小的危机 危机的来临 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错 有时我们立志进前的人 反而会遭到攻击 遇到危机的时候 正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一个故事 希西家王在位的第十四年 亚述皇帝 西拿基里攻打犹大的设防城镇 加以占领 于是亚述王就拆遣他的将军 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 西西家的三个大官 就迎上去 与亚述的使者相见 亚述的使者对他们说 亚述皇帝要知道 西西家凭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 他以为空口说白话 就能代替军备和实力吗 他靠谁的力量想反叛我 在这里反叛是西西家遭遇危机的表面原因 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 臣服于亚述 和亚述结盟 而后我们从历代字下 第31跟32章的描述当中 可以知道 西西家对上帝尽心尽忠 他就代引了整个国家百姓 做一个宗教改革 领导百姓转向上帝 就在这个时候 亚述就来攻击他 在经文中 我们看到亚述的代表 用言语攻击犹大 一边恐吓 一边羞辱 他恐吓他们说 谁是你的依靠呢 投靠埃及没有用 你们所信仰的神并不可靠 西西家对神 不是真心的 你们依靠自己的兵力和埃及军 一切都是突然 犹大是上帝所要弃绝的 亚述使者这样说的目的 是要摇动 犹大百姓的心 让他们害怕而屈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面对攻击 我们要拿出信心的盾牌来面对 面对攻击 如果自己都不能站立的稳 都没有信心 那么尚未征战就已经认输了 所信在这个时候 西西家王懂得寻求神 他差人去见以赛亚 对他说 今天是国难的日子 我们都处在此路和惩罚中 我们都像一个灵盆的产妇 因为身体虚弱而难产 亚述皇帝 拆探的大将 来羞辱永生的上帝 愿上主 你们的上帝 听见了这些亵渎的话 惩罚说这话的人 所以请你为我们这些残存之名 求告上主 你的上帝 而以赛亚的回复是平安的信息 他这样说 上主这样说 你们不必因为亚述说了 侮辱我的话而惊慌 上主要使亚述皇帝 听信谣言 赶回本国 在本土被杀 他的话鼓舞了西西家王 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面对生命中的危机 我有全心信靠上帝 上帝所赏识的力量与智慧 必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些挑战 愿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